青花松鼠葡萄文多棱罐 仿前选花卉图卷 周代折升文顶 近日 瑞彩平安2020新春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 三十余件套国家博物馆馆藏 祥瑞题材文物集中展示 据悉 其中许多文物是首次展出 记者现场看到 为迎接2020庚子鼠年 本次展览展出不少鼠年相关文物 其中 明代的青花松鼠葡萄文多棱罐 吸引观众驻足 灌体腹部会有堆叠繁蜜的葡萄果实 象征着五股丰收 成串的葡萄中还有小松鼠点缀其间 据介绍 十二生肖中的鼠欲为子之意 葡萄又有多的含义 因此 松鼠葡萄文则欲译为多子丰收 此外 青玉奎龙文壁 汉代流金中国大宁神兽文静 明代青花三阳开泰养中世碑 嘉庆玉提诗符寿文玉如意 和粉彩翻莲开光符寿文 葡萄诗挂瓶等寓意祥瑞的文物 纷纷亮相展厅 现场还展出120余件 当代书画艺术家的新春迎联和绘画作品 现场 一幅明代的仿前选花卉图卷 也颇有亮点 卷上画着葡萄 柿子 琵琶等水果 还有散落的瓜子和几只小鼠 画中有的小鼠正围绕着瓜果嬉戏 有的在攀爬藤蔓 有的则碰翻了果河 比出生动形象 今年是鼠年 庚子年 当然里边也有跟鼠年相关的 它更深的主题是体现一个喜庆 这个喜庆我想透露在每副作品当中 包括这个展厅当中还有一些互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绘画 包括一些维物 我想都是一种向上喜悦 据悉 为烘托新春喜庆气氛 展览在不展陈列方面 也考虑将古今中西元素融合 凸显辞旧迎新的欢乐节庆氛围 一大亮点就是喜庆 因为它是一个贺岁展 以红为主 以我们这个象征吉祥的红色为主 书和画和登录 包括宗室的四合院 集者融为一体 可以说在这个展览当中 透露出了传统维画的元素 和当代的这种艺术的含义内涵 开幕式后 国博书画院的书画家们 在展厅前进行了现场书服 送服活动 为观众送上新春的祝福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